大家好,这里是穷涉及域,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说起撒哈拉这个地区,很多人会直觉联想到广阔的沙漠地带 不过这里并非一直都被滚滚黄沙覆盖 这片沙漠大约从250万年前的冰河时期慢慢形成 范围也越来越广 截至目前,撒哈拉沙漠仍在扩张 且其扩张速度之快,说起来可能会吓到不少朋友 在撒哈拉沙漠南部,座落者名为撒赫尔地区的带状区域 它是撒拉沙漠与南方热带草原之间的过渡地带 是一片半干旱的草原地区 就在撒赫尔地区之中,曾有一座名为查德湖的巨大湖泊 查德湖的历史非常悠久 在古代曾广达100万平方公里 比现存世界最大湖泊还要大出三倍 到了1960年代,查德湖仍有26000平方公里的面积 相当于三分之二个台湾大小 那时的查德湖还是堂堂正正的非洲第四大湖泊 然而在60年后的现今 曾经的非洲第四大湖面积只剩下1500平方公里 与巅峰状态相比,可说是几乎完全消失 查德湖的干涸,正是撒拉沙漠扩张的最佳证明 当然,湖泊退化成陆地的原因有许多 除了异常炎热的气候、烂发森林、过渡放牧 新建水库与农业开发等,都是查德湖消失的原因 不过,以上这些大多也都是撒拉沙漠得以迅速扩张的理由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人类行为已成为撒拉沙漠迅速扩张的最大动力 为了遏止撒拉沙漠继续扩张 吞噬掉人类生存的空间 非洲国家空前的团结 他们开始在撒拉沙漠南园 建立一堵由数以千万计植物所构成的超级绿墙 非洲联盟在2007年正式通过所谓的绿色长城仓意 按其规划,这将是一座横跨非洲大陆 长达8000公里,宽达数十公里的绿带 西起大西洋,东底雅丁湾 沿途经过塞内加尔,玛丽,布吉纳法索 奈及利亚,苏丹,伊索比亚等11个国家 在周边其他非洲国家团结一致的支持之下 共有20多个国家全力投入这项计划 我们过去曾与朋友们聊过 在过去数十年来 全球砸下上兆美元却救不了非洲 但这次的绿色长城 却是罕见有非洲主导的倡议 这片黑色大陆上的人们 迫切的希望阻止这个恐怖的沙漠继续满延 虽说是非洲国家自立自救 不过这项极其庞大的计划 也获得了联合国的支持 事实上,联合国早在1994年 就制定了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 自1996年底正式生效以来 现已有197个订阅方 其中绿色长城计划 就是他们大力推动的项目之一 绿色长城计划的目标 不只是用绿墙堵住沙漠 而是要收复尸土 按其规划 要在2030年前 恢复萨赫尔地区1亿公顷的已退化土地 预计创造出来的绿带将可封存2.5亿吨的坛 并为绿色长城沿线区域 创造1000万个绿色就业工作机会 同时也能增进周边国家数百万人的粮食安全 最早开始动作的第一批国家 早在2008年就开始推动相关工作 最晚加入行列的 则在2014年开始动作 而在2022年底的今天 距离绿色长城2030年目标已经过了一半时间 如今这项计划进行的如何呢? 根据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的官方报告 截至2021年 绿色长城计划已在11个国家 逆转了1800万公顷的退化土地 并创造了35万个就业机会 虽然看起来有所成效 但我们前面提过 这项计划在动用资金时做出的规划 是要在2030年前 从撒哈拉沙漠手中收复1亿公顷师土 并创造1000万个工作机会 也就是说 在计划时程已过去超过一半的当前 目前土地目标只完成不到两成 而就业目标更不到原定的4% 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估算 如果想在2030年如期达成原定目标 未来几年至少还需要加码投入330亿美元的资金 要知道 过往非洲国家加上西方阵营 为这个项目辛苦募集而来的资金 才约略超过190亿美元 而这样巨大的加码幅度 想你知道实现的难度有多高 简单来说 这项计划就跟其他类似的援助非洲项目一样 时间虽然还没跑完 但几乎已注定达不到预期效果 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的报告指出 绿色长城计划难按预期步调进行 主因还是沿线国家的不配合所致 虽然我们前面提过 绿色长城是由非洲国家联合起来 自立发行的行动 但各国政府回过头来施政时 巨欧发现推行长远环境保护政策没有那么香 也就是说 绿色长城本体与其他衍生的环境计划 在各非洲国家施政上的优先顺位 被有意的向下放置 第二个原因就更是熟悉的剧本 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 组织协调的难度本就很高 来自海外不同国际组织的资金与势力 又介入绿色长城 导致沿线各国在国际层面的协调 交流与资讯沟通上都非常混乱 各国不只流于单打独斗 很多时候还出现1加1小于2的情况 即使在推动过程中获得良好的经验 也都难以传承给其他伙伴 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 会发现绿色长城沿线各国 大多处于相当不稳定的体制之中 而撒赫尔地区的政治局势 之所以陷入长期的不稳定 其精英可以从2010年代的阿拉伯之春说起 当时各国群体的世卫声浪 确实推翻了一些掌控国家数十年的强人政治 但权力交接时出现的争夺于空窗 直接导致长达数年的政治混乱 同时也使得台面下的武装叛乱势力更加猖獗 表面上看来 高高在上的政府变得干净顺眼 但中央对于地方势力的掌控程度 却不如过往都塞测高压统治时期 特别是远离中央权力的边陲地带 武装势力写起土村的事件更实有所闻 类似的动乱 直到今天还在深刻的影响着沙赫地区 当地目前仍不时有平民走在路上就被暴徒射杀 汽车开着开着就碾到炸弹 一个月死个几十人是当地日常 这种有形的压力不止严重影响到当地民众 更为绿色长城计划带来威胁 最近一次相关事件发生在2022年初 成为绿色长城计划其中一个参与国布吉纳法索 其民选政府多年来始终无法有效打击 撒赫尔地区的武装叛乱分子 导致地方冥怨冲天 该国军方高层借机发动军事政变夺权 承诺组建军政府后将严加打击武装叛乱分子 还因此获得该国国民的热烈欢迎 想不到没过多久 当初发动政变的军事强人也拿武装叛乱势力没办法 政府失去了对境内更多土地的控制权 此时的布吉纳法索 已有将近四成领土不在国家势力控制之下 于是同一批军人再度用同样的理由推翻了军政府 也再次宣称要加紧整治撒赫地区的武装分子 并从其手中收复尸土 这是何等讽词的一件事 布吉纳法索短短一年内就以相同的剧情 发生两次几乎如初一册的军事政变 一个国家局势不稳成这样 哪还有什么力气管什么绿色长城 更糟的是 布吉纳法索还只是撒赫地区众多变因的其中一个例子 邻国玛丽也曾因为同样的原因 在2020与2021年两度发生军事政变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宁日身上 其他的参与国如苏丹与伊索比亚都有着相似的经历 不稳定的政治局势与难以持续的政权 都是这类大型计划的天敌 而以上这些国家 全都是绿色长城计划的直接建制者 换句话说 原本应该要建造绿色长城的11个国家中 近年有超过一半都处在严重的政治动荡之中 在统治大权速度一组的过程中 继任的掌权者 哪还管得上当初利益良善的原景呢 总结来说 绿色长城效果不如预期 并非只源自于沙漠抢地的困难 毕竟极端气候 异常高温与稀少的水源 都是一开始就知道的事实 真正的问题还是要回归政治因素 绿色长城计划所要面对的庞大恶意 或许不只来自天空与地面 而有更多是来自于民间 作为围堵撒哈拉沙漠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道由植物构成的超大型项目 对非洲人民的意义极其重大 我们依然乐见绿色长城在2030年 甚至是未来的某一天里 真正耸利的那天到来 好了 这集的穷色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